CINDY 要CINDY 你好CINDY 又到了CINDY來吃土時間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就是 RU的最新專輯 LOVE HOME 這次的同路是WILL MUSIC 維樂客 我很常跟他們合作或是買東西 所以他們有給我一些宣傳資訊 因為現在雙十二購物節快到了 所以他們有以下兩個優惠活動 蝦皮的賣場還有他們的官方網站 都有購物滿$599 運費30 或是滿$1499 就免運的活動 第二個就是蝦皮限定的活動 我真的覺得這個超好的 我自己也很想要 只要花五塊錢就有機會 可以抽到韓國首爾 四天三夜的雙人機票加住宿 不過他有一些指定的步驟要完成 我會把它列在這邊 其他更詳細的資訊我都會把它放在底下資訊欄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看也可以去逛一下 那我們馬上就來開箱 這次IU的新專輯吧 這次的專輯配置有CD一片 寫真書一本 隨機小卡 共2款隨機贈送一張 書籤共2款隨機贈送一張 因為這次一樣是在WILL MUSIC預購的 所以這次一樣也有他們自製的杯墊 這個杯墊是做成有點半透明的材質 本身是沒有吸水效果的 不過我覺得以收藏價值來說是還不錯的 另外一個的話 這次他做的比較不太一樣 是直接做成像這樣子的圓景 它就沒有像之前一樣有鑰匙圈 不過它的面積也是更大 然後比較薄一點點 登~~ 哇 太正了吧 好可愛喔 不管是在MV裡面的紫色頭髮 還是藍色的頭髮 到後來現在已經壓身 變成有點帶灰感的黑色 我覺得都很好看 我之前也是跟它DALAHE 染了紫色頭髮 因為洗過 所以有點吞色成這種灰灰的顏色 那接下來就是專輯本人的部分 我很喜歡它這次配合 LOVE PONT 愛之詩 做成一本類似詩集的感覺 它真的做得很像書耶 因為它一翻開之後 這個書封的地方 就有IU的照片跟簡單的介紹 就跟一般我們買書的時候 作者的介紹一樣 寫了這段文字也是 它這次在演唱會上面 有跟我們傳達的 希望大家在閱讀這些詩篇的時候 可以好好的呼吸 好好的活下去 我覺得這也是它遭逢了 人生中這麼多變故之後 得到的一些體悟跟感想 那裡面一翻開就是這次的其中一個周邊 它是做成一個類似小信封的感覺 裡面的話就是放書籤跟小卡 這兩款都是兩款隨機一張 我拿到的書籤是這款 包包頭 然後小卡的部分呢 正面是它的照片 這張很可愛耶 有點小信感的感覺 背面的話就是對話框的感覺 是跟這次主打歌BLOOMING的歌詞相互呼應的 它後面的書封一樣也是設計成跟作者一樣 它把它出道以來 一直到現在每一年發行的作品都把它列出來 欸我剛剛沒發現耶 外面的那層書封整個拿起來之後 裡面是它的照片耶 這樣就有點類似那種小海報的感覺 哇真的是到處都是驚喜耶 那這個書封拿掉之後 裡面也真的是很像那種詩篇的封面 CD的部分它也是用類似信封的方式把它收起來 啊好好看喔 CD上面也是跟海報相互呼應的類似照片 就IU在她的秘密花園裡面的那種感覺 啊這個設計真的太棒了 它跟真的書一樣有這個 當作書籤的袋子 裡面歌詞的排版它就是 把它排成真的很像詩一樣 那在看寫真書的同時 我也想要跟大家稍微聊一聊 這次的收錄曲裡面 讓我很有感覺的棘手曲目 今年IU來台灣的演唱會我有去 在現場聽到Love Home這首歌的時候 真的是山然淚下 除了現場的氛圍 IU的歌聲 編曲的部分非常非常的震撼之外呢 它的歌詞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細節 為了早已忘了如何放聲哭泣的你 讓你能夠再次站起來 再次的向前行 我會在你抬頭就能看見的前方 為你歌唱 它的歌曲非常非常的溫暖 節奏偏慢 但是又很澎湃 在這次的專輯裡面寫的文字 還有在演唱會上 他演唱這首歌之前說的話 希望大家能夠好好的呼吸 這句話聽起來是這麼的簡單 但是其實對某些人來說是很困難的 聽了之後真的是會給人力量 撫慰了走過漫漫長夜的人的心 讓人再次燃起活下去的勇氣 再來還有Above the Time 這首歌 相信大家看到這首歌的MV 應該都會想到八年前的 U&I這支MV吧 Above the Time 就是U&I 相隔了八年的故事延續 它的MV裡面藏了非常多 U&I時期的彩蛋 像是開頭的兒時照片牆 地上不停地向前行駛的火車 日曆還有時光機器所指向的時間 是同一天 兩支MV不斷地在描繪男女主角 不斷纏繞 但是又互相錯過的人生 從上一支U&I的MV 就可以看得出來 阿優跟炫宇現在已經不在 同一個時空裡面了 因為阿優他乘坐的時光機 到了炫宇醒來的未來 這兩個時空其實是不重疊的 也就是他不是在同一個時空裡面 在Above the Time的MV裡面 其實導演也用了一個手法 去區分這兩個人所在的時空 那就是用這兩首歌的歌詞 還有樂譜 阿優他乘坐的這艘小船 是八年前的 Last Fantasy這張專輯的樂譜所作成 炫宇他住的兩層樓房間 則是用這次Above the Time的歌詞紙 所折成的 而上面也印了 Fantasy Express的字樣 呼應了U&I的時光火車 就像是在火車內跟火車外一樣 他們兩個其實是在不一樣的時空裡面 他們兩個雖然是處於不同的時空 但是卻又互相的影響 也感受得到彼此的存在 而一開始可以看到炫宇躺在屋頂上面睡著了 在夢中他們真的超越了時間 相遇了 一起度過了非常短暫的美好的時光 但是當卻醒過來 他發現他手上 阿優畫的那個手錶不見了 當他張開手心 卻又出現了他在夢中 阿優悄悄在他手上畫上的 玫瑰的圖案 即使不用記錄下來也無所謂 因為不管過了多久 超越了時間 我一定還是認得出你 有點像日本動畫電影 你的名詞那樣的概念 就是他們是可以互相交錯 但是又不能真正相見的那種感覺 U&I的MV開始 時光機器上面寫了Time Dimension 也就是時間維度的意思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生活的空間 是所謂的三維空間 也就是有前後上下跟左右 是可以到處移動的場域 在物理學上面 時間是屬於第四個維度 但它跟其他三個維度 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它只能朝著同一個方向向前行 沒有辦法轉彎或是後退 阿優的這支MV 其實就有在強調維度的這個概念 畢竟它有提到就是時空旅行的部分 在兩支MV裡面 不斷行駛的火車 就好像在代表第四維度的時間一樣 因為它只能一直不斷地向前行 在U&I的MV裡面 阿優坐在Fantasy Express火車上面 看到的景象 我覺得其實不是在未來 而是在過去 因為阿優所在的這個精品店 其實是一個真實存在的牌子 它是一個皇家御用的巧克力 那它是在1800年代 就已經出現的一個牌子 然後在這個場景裡面 炫羽跟阿優兩個人的造型 也是比較偏向復古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是有點像是 上輩子的那種概念 透過實驗的過程 看到他們兩人上輩子的羈絆 阿優因為喜歡她 希望她能夠過得好 希望她能夠醒過來 下定覺醒使用了時光機器 雖然根據U&I的歌詞 它應該是到了未來 但是我覺得不僅僅是到未來 它應該是乘坐了時光機 到另一個平行時空 在那個時空裡面 炫羽不是沉睡的狀態 所以她醒了過來 但是在那個時空裡面 是沒有IU的 兩個人自此就註定不能再相見 這也是為什麼在IU 使用時光機器 炫羽醒過來之後 他們兩個會流下了難過的淚水 聽起來很絕望對不對 但是在Above the Time的MV最後 可以看到右上角出現了IU的寵物鵝 大家應該還記得 在U&I的MV裡面 其實IU是有把鵝也一起放進時光機裡面的 寵物鵝已經有成功到了炫羽所在的時空 那是不是代表IU 其實也有機會可以跟炫羽重新再見面呢 這個地方就要提到 兩支MV的時光機器跟日曆上面指出的時間 就是2019年的12月31號 也許在今年的最後一天 IU又會再給我們這個故事的一個大結局 也說不一定 畢竟Above the Time 超越時間 You&I 你和我 注定 都會再相見 我是這樣子覺得啦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其他的看法 那血雨手上的玫瑰花呢 就讓我想到了這次的主打歌之一 Blooming 他把Blue和Bloom合在一起 讓憂鬱的心情瞬間又變得美麗起來 歌詞也不停的把跟喜歡的人聊天 那種很興奮雀躍的心情 比喻成花綻放一樣 而以字一句這樣子相互的往來 就像在送禮物一樣 所以IU每天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開信箱看對方給自己的禮物 那中間也很可愛的就是隔著圍裡 一直互相的在丟禮物 真的跟我們傳序型的感覺很像 那他也有說就是 我跟你的顏色就是灰跟藍 也是呼應了Messenger的那個顏色 除此之外呢 我也很喜歡用Bloom氣球 去對應Bloom的這個小細節 我覺得IU他的歌跟MVR 就是這樣藏了非常多的細節 所以就真的很值得細細的去品味 其實聽完了這張專輯 我覺得裡面的歌曲 都是給了我們療癒、安慰 讓我們學著去放下過去的那些傷心難過 提起勇氣努力的再繼續往前邁進 我很喜歡Blooming的一段歌詞 讓未來就像玫瑰綻放 而顏色就讓我們隨意的去塗上 即使到了凋謝也要非常的漂亮 IU他為我們歌唱 呼喊著我們的名字 並且還送給我們一朵花 他一直不停的在用他的方式 給予我們打氣和力量 不知道大家聽完IU獻給人生 獻給我們的藍色的愛之詩 有什麼樣的感覺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一起分享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好好地呼吸 好好地活下去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幫按個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發片通知 我是Cindy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是Cindy